现在好没好大家 看不到我桌面吗 但是我确实点了 顾想了 看不到是吧 那我结束吧 我再联系一次吧 现在呢 好了是吧 好了 那么刚才我说的时候啊 有基础的 有基础的 刚才可能没来没听见 大家去找普兰要一个 要一个程序啊 一个exe程序 因为我这两天讲的都是正向的 有基础的听着太不聊了 那个程序呢 就是让大家逆一个函数 是个U的32的一个del 把那个函数逆出来 然后呢 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去跟普兰沟通 练习都在他那呢 对吧 然后呢 我继续讲课 讲正向代码 大家看一下 刚才呢 我讲 我再录一下吧 我再录一下 录着呢 那么刚才我讲这个度的时候 do well的时候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 这个do well啊 他本身是什么 你让他做判断 他是第一次上来就执行 他根本不管你条件成不成立 所以大家记住 do well有个缺陷 我说的缺陷就是这一点 他上来就执行 不管你条件成不成立 有可能你条件已经不成立了 但是那我不管 我先执行一次 执行完了以后呢 他在做判断 对吧 那大家可能不理解说 那既然do well do well有缺陷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用do well呢 因为do well是所有循环语句里边 性能最好的 do well里边 他是执行速度最快的 等我们学到意向的时候呢 我再给大家讲 为什么他的速度是最快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well语句 well语句呢 跟do well语句呢 他俩的特点就是well语句是上来的时候 先做条件判断 只有条件复合的时候 然后呢 我再开始执行里边的代码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定义任何一个函数之前 你先问问自己 尤其是之前没写过代码的人 写过代码的人写到这就貌似是什么 是水到渠成就应该这么写 但是没写过代码的人 不知道应该怎么写 我告诉你两个出发点 那就是你的数据从哪里来 你执行完的结果到哪里去 对吧 那我们现在要用well实现的功能呢 就是从零打印到一百 我来的数据是哪里来的 是死的 零到一百 所以呢 我不需要参数 而且呢 我只是把它打印出来 我也不需要结果 所以呢 我知道我 我为什么把这个函数定义成这样 就是既没有参数 也没有返回值 对不对 不是这么 不是随意写的 是有根据的 那么打印 从零打印到一百 那OK 我又定义了一个变量 还是这样的 从零开始定义 那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 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 这样 小一百 对不对 然后呢 在底下呢 我紧接着写一个什么呀 写一个打印 把这个I呢 把它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的时候 小于 因为一百 我也要打印嘛 所以我在这边写上 小于等一百 那我们再分析一下 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 它执行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你比如说 现在这个I是零 I是零 那零小一百 成不成立啊 成立成立 我打印 打印的时候呢 I的值就是零 没问题 但是呢 执行完了以后呢 它会再次进行判断 再判断的时候 I的值还是零 那零打印一零小一百 那成立 然后又打印又是零 那这个程序 我们如果运行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程序 我们如果运行 你就会看到 它不停的打印 永远都不会停下来 对吧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们写循环语句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一定要弄清楚 你的程序 什么时候停下来 也就是停止的条件 然后再有一个呢 就是你这里边用到变量了 你要弄清楚 你每执行一次程序 你的变量 有没有一个增加的过程 就是你当成条件用的 这个变量 它如果不变的话 那这不相当于死循环了吗 对不对 那我怎么样的 这个变量加呢 那我比如说我在这写 我写个加加I 可不可以呢 这又出问题了 因为你如果这么写的话 你如果这么写的话 他第一次判断完了 把这个书打印出来 但是他影响的到哪了 从这到这 到这个大过号 当这行执行完的时候 他直接又回到这判断了 所以你这个I加加在这 你得不到执行的机会 那我们怎么解决呢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I加加放这啊 可以啊 我写个I加加 写这可不可以呢 可以 那我可不可以写成加加I呢 也是可以的 因为什么 代码执行的时候 先把它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以后呢 再加 加完的时候 不管你是前加 把加放在前面 还是加到放在后边 当这行代码执行完了 他是不是紧接着执行这行代码 执行这行代码 那也就说他执行的时候 你的这个I啊 不管加号放在前面 还是放在后面 他实际上已经加完了 他已经加完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well循环 F7 F5执行 观察结果 从0到100 对吧 是这样的 结束了 这是well循环 循环语句里边呢 这个度well循环 和well循环 它俩相对比较简单 那么还有一种循环结构 我们实行的 我们要做的功能是一样的嘛 所以我就不领大家分析 为什么我不写参数 也不写返回值了 对吧 那么另外这个循环呢 我们称为for循环 for循环 它的结构是这样的 首先我关键词for 然后呢 有个小括号 紧接着它下面 是它的这个方法体 方法体 卡了吗 ok 然后这个放军环里边 大家记住 放军环里边 必须要有三个表达式 三个表达式 比如说我写一下 表达式 一 一个分号 然后紧接着 表达式 二 一个分号 再一个表达式 三 后边不能有分号了 不能有分号了 那么 它这三个表达式 都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当for循环执行的时候 大家认真听 当它第一次 我们在这块 把这块写个四吧 这是它执行的代码 执行代码 代码是四 那么这个for循环是 具体的执行过程 是这样的 当它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第一次执行时 它的执行顺序 是先执行这个 先执行这个 执行完这个 干什么呢 执行完这个 执行二 这个二是用来判断 具不具备执行的条件的 具不具备执行的条件的 也就是说 你前面这两个表达式 你爱写成什么 写成什么 他判断我这个for 到底要不要停下来 他是以这个表达式二 作为判断条件的 你这个表达式二 如果是一 那他就执行 如果表达式的二不是一 或者准确的说是什么的 零 他就不执行 不是零 他就执行 那也就是说 这三个表达式里边 这个表达式二 是最重要的 他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先执行一 然后执行二 执行完二以后 不是执行三 他会执行四 他会执行四 执行完四以后 接下来他会执行三 他是这样走的 第一次执行 那么第一次执行完了以后 从第二次开始 他就不是这么走了 这个一呢 他只执行一次 他再次执行的时候 不再走一了 而直接走什么呢 走二 也就是我判断这个二 符不符合条件 如果符合条件 我就执行四 执行完四了以后呢 我再执行三 这是第二次执行 第三次执行一样的 我先执行二 执行完二以后呢 我再执行四 执行完四以后呢 我再执行三 那当他什么时候不执行了 当他发现二 这个表达是二啊 他的结果已经变成零的时候 那么他也不执行四了 也不执行三了 直接从这个执行完退出 也就是你可以理解成 他就开始从他执行完 执行这块代码了 里边的代码 他已经不执行了 执行过程结束 这是执行完 他这个三个表达式的特点 那么我们先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实验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边写一个print 我随便打印一个值啊 打印一个ok吧 打印一下来个-n 那说这三个北达式的值 是不是都是必须填写的呢 不是的 你可以空着 你可以一个都不填 但是如果你一个都不填的话 你也得这样写 这两个分号你不能给我扔掉 这两个分号你不能给我扔掉 刚才我跟大家提过了 他这个表达式 这是一的位置 这是二的位置 这是三的位置 他会判断谁来决定执行还是不执行呢 他会判断二这个位置 判断二这个位置 那当你二的这个位置 你没有写表达式的时候 他默认是执行还是不执行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可以试一下 然后呢 F7 F5 大家看一下 哎不对啊 我们这个叫三了 这个名字得改一下 F7 F5 大家看一下 这又是一个死军环 也就是说 他永远都符合执行的条件 那么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应该明白这样一件事情 负军环 他这三个表达式呢 都是可以省略的 但是呢 这个分号你不能省略 比如说我如果不写 我这么写 我F7编译的时候 大家看到没有 编译不过去了 那么当我第二个表达式不添写的时候呢 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这个表达式他默认为真的 他默认为真的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如果要是用Full循环的话 来实现一个所谓的从零 打印到一百 我的这个程序应该怎么样来构思呢 大家看啊 我们刚刚是不是写过写过这个Val循环了 那你看 第一个表达式的位置 他只执行一次 他只执行一次 那你观察我们上面的这个代码 谁是只执行一次的 是不是这个inti是只执行一次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他这个要做的事情 给他放到这个位置 在这里边呢 我强调一下 存C语言的程序 存C语言的程序是不允许这样写的 不允许这样写的 但是到C++里边呢 他就允许这样写了 允许我们把这个 因为C语言要求什么 存C的程序要求 你必须这样写 先在上面把你要用的变量 先声明一下 然后在里边再进行复制 所以大家做练习的时候注意点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的互聚名是什么 是CPP啊 是CPP呢 就意味着C++的语法 在这里边它也是兼容的 所以呢 我可以这样写 我写个inti 这是第一个表达式 第一个表达式写完了 写完了以后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位置 是真正用来做判断的位置 也就是说他到底程序能执行 还是不能执行 那你观察一下 你观察一下 我把它拿过来 写到这个位置 这不是一样的吗 用来做判断的 对不对 放行完之间的特点是 他执行完了以后 执行他 执行完他以后呢 执行这行 执行完这行以后 执行这个位置 执行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刚好适合谁啊 适合他 对不对 适合这个别量 我们把它放到这就OK了 这个放行完呢 我们就写完了 那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循环 为什么都 为什么不留一个循环就OK了 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各自循环的特点 其实呢 为什么有三个循环 就跟我们吃饭的时候 有的人喜欢用勺子吃 有的人喜欢用勺子吃 对吧 从正向编程的角度讲 完全看你个人的习惯 对吧 因为有些情况 有些代码呢 用度外比较合适 有些用外比较合适 有些用放循环比较合适 咱们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你先记住这几种循环 它怎么样的语法合适 等我们以后呢 在后边的练习中 你自然而然就知道 这种代码用哪个写好一点 然后呢 这里边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随便哪个循环 你用放循环也好啊 还是用外循环也好 还是度外循环也好 其中的一个完全可以 被其他另外的两个所代替 比如说度外 度外能做的任何事情 完全可以通过外和放循环去实现 那一样的 放循环能做的任何事情 我完全也可以通过什么呀 度外和外去实现 那么 这三个 这三个循环 从正向编程的时候 使用最方便的是谁呢 是放循环 其次是谁呢 是外循环 然后最差的呢 最麻烦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度外循环 代码写来写去的 那我说的是从正向编程的角度 最方便的是他 其次是他 最后是他 对吧 为什么最后是他呢 因为我们以后如果真要用度外写代码的时候 我之前跟你们提过度外是有缺陷的 因为他上来就执行 对不对 他上来就执行 这个时候有可能条件不满足 那我们如果为了保证安全 很多时候使用度外的时候 需要在外边再加个if语句 再加个if语句来判断他 判断他符不符合第一次执行的条件 如果符合我再让他进入到循环体 那我现在先不说这个问题啊 先不说这个问题 但是从逆向的角度讲 从逆向的角度讲 执行最高的是谁呢 是度外其次是外 执行效率最差的恰恰是放循环 恰恰是放循环 那么咱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放循环 他执行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把这块呢改成三 OK执行f7f5 大家观察一下代码 怎么全是OK啊 我那个代码没打印是吧 屏幕卡了没动呢 屏幕卡了吗 现在好没有好 现在呢 又卡住了 等会儿重新 结束共享 好了吧 今天应该是好之通的福气出问题了 现在不卡了吧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这个 走观察 看一下结果 程序没改呢 我们打印的是OK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想把它打印出来的话 百分之后 在这打印谁就可以了 打印这个I就可以了 然后F7 F5 注意观察 从0 到100 对吧 写出来了 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 是在C语言里边 各种循环啊 它的语法结构是什么样的 但这东西呢 如果你不去练习的话 你肯定记不住 看完了以后 跟看小说一样就过去了 所以呢 我在这里边给大家留了很多练习 很多练习 这个Break和Continue呢 我会在大家练熟了以后 再给大家再给大家加它怎么用 第一个练习 我写的时候 大家认真听没基础的人 认真听我的思路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们刚开始写代码的人 最关键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 我会把我的思考过程给大家说出来 第一个问题 将两个变量的值交换 将两个变量的值交换 上面这几个放循环语句 我给他注释掉了 不要了 对吧 不要了 这也不要了 将两个变量的值交换 这两个值哪里来的呢 程序里边没有要求 也没有说 有没有说这两个值交换完了干什么呢 也没有说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自己定义两个变量 自己来玩了 对吧 反正我要求不就是把值交换过来吗 那OK 我自己定一个变量叫X 它的值是2 然后呢 我自己再定一个变量 它的值是3 两个变量放这了 我怎么样把这两个变量交换一下呢 大家可以这样去想 因为我们说过哈 这个X呢 它只不过是变量的一个名字而已 它就像一个杯子一样 杯子都有个名字 对不对 那这个杯子多宽 你这个杯子多大 里边装的是什么 对不对 由印度来决定 由印度来决定 那你现在想象一下 你有两个两杯子水 两个杯子 里边装的全是东西 那你怎么能够把第一个里边的东西放到第二个里 然后把第二个里边的东西放到第一个里呢 怎么才能实现这这个功能呢 那就需要怎么样呢 你再借助于一个第三个容器 要借助于第三个容器 虽然说我不用第三个容器 也能把它来换过来 对吧 但是现在呢 我不提这些概念 你就想一下 这两个 这两个容器 一个里边是二 一个里边是三 我如果想让它交换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还需要一个容器 需要一个容器 你就声明一个嘛 对不对 我声明一个 这是我的第三个容器 第三个容器 声明的时候 我把X的值 先放到这个容器里 昨天给大家讲过负值了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负值语句吧 把X里边的值存到这个Z里 对不对 那当这行代码 如果执行完的话 X里边存的是2 Z里边存的也是2 也是2 它并不会因为什么呢 并不会因为你把X的值 付给这个Z X里边的值就丢了 不会的 那么我第二件事情做什么呢 我把Y的值放到Z里 因为X 我把Y的值放到X里 比如说这样写 我把Y的值放到X里 OK了 那当这行代码执行完的时候 大家注意 X里边存的值已经是3了 Y里边存的值也是3 Z里边存的值是什么呀 是2 那么我再写一个Y 负值Z 把Z负值给Y 那Z里存的是2啊 刚才我们把X的值已经负给Z了 所以呢 把2的值再负给这个Y 这样的话呢 它们两个值就实现了一个交换的功能 我们打印出来看一看效果 百分号 那你你如果想打印一个数 那就写个百分号D 然后后面给那个数的值就行了 但你如果要想打印两个数 空格 百分号D 你这块呢也可以加一些标记 比如说我加个数线吧 这样的话看起来可能更好一些 那你就加个数线 然后呢在这里边我们要打印的值 第一个是X 第二个是Y 写完了 写完了以后呢 F7 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我这个函数既没有参数 也没有返回值 那么调用这种函数的方式 就是在这直接写好 OK了 大家看一下 什么情况 Text 我这块得加一个断点 我如果不加断点的话呢 这个程序瞬间就没了 瞬间就没了 有两个办法可以让程序停下来 第一个办法就是我在这写一个 F9的断点 这样的话呢 大家观察F7 F5 它执行完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就能看到了 你看 第一个是三 第二个是二 现在的值已经交换了 还有一个小办法 比如说我不习惯写这个断点 可不可以呢 可以 你在它执行前写一个叫get差的东西 get差的东西 你们先别管它是啥 它是一个别人写好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功能呢 就是让你从控制台里输个数 它再往后走 否则它就不走了 对吧 你现在怎么去理解呢 这个get差 当程序执行到这的时候会阻塞 会进入等待状态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仍然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对不对 当我不想看的时候 我再来演示一下 F7 F5 你看这控制台出来了 然后呢 现在我如果想让这个程序 继续往下走的话 我随便按个键盘 按个数 按一下回车 程序就结束了 用哪种方式都可以啊 我个人习惯 习惯于在这加个F9 这是第一题 将两个函数的值交换 你们在讨论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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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OK 咱们继续说一下这个问题 刚才我是用什么办法实现两个值交换呢 用这个第三个变量了 那你比如说我现在给你加个条件 我说不允许使用第三个变量 仍然怎么样呢 仍然实现两个值的交换 我们能不能做到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Int X 现在是2 然后呢 我再来一个Int Y 它的值呢 是3 假设啊 是这样的 这样的那我怎么做呢 你们观察一下 我先来个X 我可以给X负值吧 当然可以了 那我给它负的是什么值呢 我如果这么写 X等于X加1 也就说这样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X加一个1 再负给X啊 X的值现在是几 现在是2 那2加1 等我负完值了 它不就变成3了吗 那我既然可以这么写 我还可以这么写呢 注意观察 我让X加Y的值 把它的值加完了 负给X 那X现在变成几了 X现在变成5了 对不对 那Y Y现在是几啊 Y还是3啊 Y还是3啊 然后我接下来干什么呢 我接下来这样写 我写Y 等于X 减Y 大家观察一下 现在什么结果 因为这行执行完了以后 X里边存的不是5啊 Y是3啊 那5减3 里边Y的值变成了什么 是不是就变成2了 Y的值变成2了 那X的值是什么呢 X的值里边存的值 仍然是什么呀 仍然是5 大家记住 如果我们想改变某一个值的内容 一定得通过什么 这种方式给它复值 换句话说 一定要用这种 用这种复值语句 重新给这个变量一个新的值 它的内容才会改变 否则它的内容是不会变的 你不要在这看 你说X减Y X不就变了吗 它不会变的 因为只有当你用这种复值语句 把一个新的值 重新附给它的时候 它才会变 所以呢 我这么写完的话 X的值是5 对吧 X的值是5 然后呢 Y 我现在给Y复值了呀 5减去3 Y的值变成了2 X的值仍然是5 那我再写一下 我再写个X 等于什么呢 X减Y OK了 你琢磨一下 当这行代码执行完的时候 X是5 但Y里的值已经变成2了 对吧 那么 5减去2 把得到的这个结果 也就是3 我再负给X 那当我这行代码写完的时候 X的值跟Y的值 就彻底交换过来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就是什么 不用第三个容器 也可以实现两个值的交换 F7 F5 大家观察 3和2 听没听懂大家 好的 然后呢 我们没写过 C元代码的 一定要积极踊跃的发言 否则的话 我得不到大家的反馈 这个课程会失控的 如果我认为你们什么都会 我可能越讲越快 飞起来了 下个月P 那不就疯了吧 这么讲 然后呢 咱们继续 刚才那实现两个值交换了以后呢 我们第二个 第二个以后 大家观察这个 这我这是我们要实现的功能 我们要实现的功能 拿过来放到这 将一个数组中的数 倒去输出 还是这句话 这个数从哪里来 执行完了到哪里去 我这里边没有明确的要求 没有明确的要求 我们就可以这样 我自己定一个函数 对不对 我在函数里边呢 创建一个数组 可不可以呢 完全可以啊 所以呢 现在大家先学会干什么呀 写什么功能的时候 我用什么数据 我不要往里传 我用什么 我就自己在这定义 对不对 那我先定一个数组 数组的格式 数组的格式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我这里边存的是整数啊 所以起个名字叫AR 我里边存几个数呢 我要存五个 对吧 我要存五个 存成什么数呢 那你自己说了算 比如说26184 存五个数 存完了 存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把它倒序输出 倒序输出 我们学过循环语句了 对不对 有三种循环语句 都可以让我们 把这个数输出来 咱们选哪个呢 随便先来Val循环吧 假设我用Val循环 来实现这个功能 先把Val循环写到这 对不对 输出的时候 print 含应一个值 -n 在这里边 我就要输出 这个函数里边的值了 有的人肯定 这还不简单 写这么费劲的 你看我的 我一下就把它输出来 我直接printf 我直接printf 干什么呢 我把AR往里放不就完了吗 哪有这么费劲啊 我们试一下 看看这样 能不能达到 把函数里边 所有的数 倒序输出的目的 大家肯定会想的 达不到倒序输出的目的 首先我至少 正着也能把它输出来吧 对不对 我们看一看 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的啊 f7 f5 看一看你输出来的是啥 不用对了 跟你那个数没关系 跟这里边数没关系 我再给你们仔细看一看 你看他们有关系吗 没关系 所以大家记住啊 我们如果要想读取数数读里边的内容 现在呢 你不能直接用这个名字读的 因为这个名字相当于什么 你们看到的是一个地址 这些数呢 相当于是什么呢 他们是挨着存的 挨着存的 你得到了这些数的第一个数的地址 等我们讲到指针的时候 我还会给大家再重点说一下 这东西到底是啥 那么现在大家要知道 我如果想读取数数组里边的值 那我就得这么写了 写上数组的名字 后面跟上一个中国号 中文号里边的值呢 就是下标 对不对 我要想读第一个 那就是零 我要想读第二个 那就是一 我们数组长度是五个 我如果长度是五 那他下标的最大值应该是四 那这样的话呢 我读取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值了 这个值了 那我要把这个数组倒序输出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写 你看啊 四 三 二 一 零 F7 我们现在做的是第二题 对不对 F7 F5 48162 我也达到相同的目的了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写很恶心吗 我们是学过循环的人 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观察一下 这个里边有一个值啊 它是从四到一到零的 从四到零的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呢 我写一个循环 让循环呢 从四开始输出输出到零为止 是不是可以啊 那好吧 那我们就定义一个变量 比如说N N的值等于几呢 N的值从四开始输出嘛 我就写一个四 写一个四 然后呢 紧接着 那我这块怎么写呢 输出谁 A R 你想输出谁 你把N放着 你把N放着 大家想一想 N最开始的值是四啊 那当执行这个代码的时候 他输出来的 就是这个值相当于是四 那也就说这行代码相当于谁呢 相当于上面这行代码 那执行完了以后 我这个N的值 是不是应该变成三啊 那变成三好吧呀 我可不可以在这写N减减啊 可以吧 减完了以后 那我这个循环 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停下来的时候 就是当N等于零的时候停下来 对不对 当N等于零的时候停下来 或者小于零的时候停下来 那我这个N我怎么写呢 我说当N要是小于或者等于零的时候 我就停下来 大家想一想 这么这么写 这么写 行不行 这么写 可不可以 有基础的别之声 我去问一下 来大家看一下 之前没写过C代码的人 说一下我这么写 可不可以 精彩人生 可不可以 不可以是吧 小李可以 小李又开玩笑了 小李你要没事干 你去逆那个Dell 你去逆那个布兰那个那个Dell 632的 大家想一想 你比如说你如果这么写的话 N的值是4啊 N的值是4 4小一等于零 你连第一次执行的机会都没有 对不对 连第一次执行的机会都没有 那我们这块应该写成什么呀 大于 等于零 大家再琢磨一下 当最开始的时候 N等于4 4大于等于零成不成立呢 成立 所以我第一次打印的时候 这块打印出来的就是谁呀 就是4 然后紧接着我N减减 N变成三了 三大于等于零成不成立呢 成立 成立我又执行 最后我打印的就是他了 对不对 这样一行一行 我们那个外循环不就搞定了吗 你们如果大家想一想 我这个N减减 我可不可以换一种写法呢 我可不可以放到这儿 可不可以 韩颜可不可以 韩颜听见了吗 能不能听见我说话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大家应该能理解 因为我们昨天 给大家讲过这个减减了 对不对 这个减减是什么意思呢 放到后边的时候 指的是他会先把这个值 执行运算 也就是他会先把这个值 付给这个AR 你先执行这套代码 执行完了以后呢 N的值自己会减一 对不对 自己会减一 那在这里边 如果我要把这个减减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就错了 比如说你第一次打印的时候 N的值是不是4啊 N的值是4 那当他实际输出的时候 这个N会先把自己变成3 然后再执行这个输出 那这样的话 你看到的就是3了 对吧 这就错了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那个减减应该放到这个位置 我们接下来试一下 接下来试一下 把这个住掉 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以后呢 我们现在是变成 还是这个F2 执行 F7 F5 注意观察 48 162 OK 结束了 第三个 找一找出数组里边最大的值 并返回 找出数组里边最大的值并返回 没基础的认真听啊 我们现在开始设计了 你看他的要求 他说什么 他说找出数组里边最大的值并返回 数组在哪里呢 数组在哪里 他没说没说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定义一个数组啊 就像这样 自己定义一个数组 并返回 那他要求是什么呢 你把这个数找回来以后啊 要返回去 昨天我跟大家说过 所谓的返回去就是 当他找到这个数以后呢 在返回边里边 他要把这个数放到EAX里的 放到EAX里的 带返回值的程序 我们是怎么写的 你还能不能写Void了 不能了 大家记住 只要我要求有返回值的 你一定要反写上这个返回值的类型 我们这里边的数组呢 都是int类型的 所以我返回类型也是什么呀 也是int 写完以后 我再拿过来一个 参数需不需要呢 参数不需要 因为这个数组啊 我不需要他传进来 我自己在这里边自己写 自己玩 对吧 我自己拿过来 放到这 放到这 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就是 找出这个数组里边 最大的那个值 最大的那个值 那这个思路 我应该怎么 怎么去写呢 怎么才能找到数组里边 最大的值呢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大家 看看你们有没有思路啊 白开水吧 白开水 你说一下 我应该怎么做 刚才的程序 一个数组里边 有一堆值 我现在要把最大的 那个值返回 俩俩比较 01 12 23 23 可以 可以 无意的意思是什么 x等于 第一个 然后放循环 OK OK 即使这样啊 就是这两种办法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先用系中的一种 给大家写一下 你不就是想找到 这个数组里边 最大的值吗 那好吧呀 我先定义一个容器 定一个容器 我把你这个里边呀 第一个值 第一个大的值 我不是第一个大的值啊 第一个值 就数组里边的第一个值 我先付给这个r 可以吧 付给这个r干什么呢 然后呢 我就开始循环了 我一个一个的让谁呢 让这个值跟这个r里边的值去比较 如果你这个值要是比这个r大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值放到r里 对不对 这就OK了嘛 然后呢 我们刚才是用well循环写的 那我再来个well 我今天只给大家写well 等你们回去的时候 拿别的循环去练啊 那么这个well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 我得从哪开始呢 从这开始 从这开始 然后一个一个的往下去执行 对不对 那我就又需要定一个变量了 定一个变量i i等于什么呢 i等于2 从2开始 对吧 那么在这里边我就要判断了 比如说我这个条件 我应该解成什么呢 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当这个i要是小于等于 大家注意我这个数组长度是5 下标最大就是4 你这块不能写多了 i小于等于4的时候 我就让它结束了 那么在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观察 我们之前写的程序啊 都是一个暴循环 就搞定了 比如说这是一个循环 这又是一个循环 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个程序 如果你要只这么写的话 只这么写的话 它达不到目的 它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就是从这开始找 能读出来 这个数我能得到 得到的时候 我是不是得拿着这个数 因为我是从2开始的 应该从1开始 应该从1开始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从1开始 因为你现在把这个数组里边的第0 第一个数已经给R了 那么我就没有必要再把它拿出来看了 所以呢 i的话从第一个数开始 从这个数开始 当下标为1的时候 这个数实际上就是第二个 那么我现在需要做的呢 就是我一个一个的拿出来 拿出来干什么呢 去跟他判断比较 看谁大 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在well循环里边 我要再写一个语法 去判断他俩谁大 我这么写肯定不行 比如说直接把R给他 我直接把这个 把I给他 这么写什么结果 你观察一下 当我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I的值等于1 等于1 1小一次成不成立呢 成立 成立的话呢 这块相当于1 对吧 相当于A2R 得到的实际上是6 你把6 你没有做任何判断 把6直接付给了R R的值就变成6了 对不对 那执行完了以后呢 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块肯定还有一个I加加 那么I加加 现在I的值变成了2 变成了2 2小一次成不成立呢 成立 然后你再读出来的时候 这行代码执行的时候呢 这块就相当于什么了 相当于2了 你把2拿出来 你又直接付给了R 那肯定错了 对不对 所以这块呢 什么情况下 我们才能把这个值拿出来 付给这个R呢 没思路的时候 你先写这个判断 先写注释 对吧 如果 AR的 这个I 要是什么呢 要是大于这个R 我就执行这个功能 我就执行这个功能 对不对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代码跟谁特别像 我们之前学过if else了 那我可不可以在这个里边写if else呢 当然可以了 那你就写吧 说如果 如果什么呀 如果他这个值要是大于R的话 那我就拿过来呗 写完了以后 大家养成一个习惯 因为我看很多人写代码的时候 尤其写在意乎语句的时候 不喜欢加大括号 不选加大括号 大家应该知道 你只能影响这一行 以后你万一哪一天 你想让他同时 做两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该吃亏了 因为意乎语句条件成立的时候 他见到分号就结束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养成习惯 养成什么习惯呢 就是 哪怕我只有一行 我也加上一个什么呀 加上一个大括号 这就OK了 那这个就存在一个什么呢 在一个外务循环里边 我们又用了什么呀 用了义乎语句 这个语法是完全允许的 对吧 大家现在可能已经明白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了 我们之前学过什么呢 学过三目运算符的 那这个程序 我可不可以换另外的这方式写呢 我们先运行一下 看看他好不好使 对吧 函数二 现在是函数三了 函数三 我们现在看一下 他能不能把这个八得到 因为现在最大的数是八嘛 对不对 三 NF7的时候 观察底下 NF7的时候 观察底下 如果这块出现arrow了 而且前面不是零 你就得看哪块错了 看哪块错的时候 他这里边有提示的 他都说了 这不74行吗 你不用去找哪个是74行 你这就双击一下 双击一下 他自然就告诉你了 对不对 你还有问题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anticlear的标志符 这句话翻译过来 就是你没有声明的标志符 有有基础的 别别说 有基础的 别支声 没基础的 之前没写过C语言的 你看一下 这块出什么问题了 为什么说 他说我这个 谁是没有声明的呢 是arr这个值 他说你这个值 我不认识 翻译成中文 就是你这个值 我不认识 我找人聊一聊 ok了 谁没说过话 思路决定出路 来吧 没关系啊 知道就说 说不出来也没什么影响 为什么这一行会出现这种情况 自路决定出路说一下 如果不知道的话 扣0 说不清楚 或者暂时想不起来 扣0 那个声明的数字在负责后面 ok 我告诉大家 在我们写C语言代码的时候 在我们写C语言代码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你要用的这个东西 一定要在上边就已经声明好了 那你看啊 你现在要把这个AR附给这个R 但是他不认识啊 因为他往上找的话 他找不到这个值在哪 所以呢 你应该这样写 把这个东西放这 这样的话呢 他就能找到它了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刚开始写代码的人 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也会记住了 如果你们再看到什么 unclear anticlear的之类的东西 你看看他前面说的是谁 他说的就是这个值 他不认识 找不到 继续F7 F7完了以后呢 他又说了一个错误 他说ARRO 对吧 现在有一个错误了 在哪行呢 双击的时候在这 他说什么呀 他说Must return a value 必须有一个返回值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之前写的程序啊 都是Void Void指的是 你当前程序执行完了以后呢 对谁都没有影响 对吧 就自生自灭了 因为没有结果嘛 我们不需要结果 只是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就OK了 但这道题不一样 这道题呢 你是声明了 你说我这个程序执行完了 会有一个返回值的 返回值的话 那你既然声明了 你这里边却没有把这个值返回来 那就错了 所以大家记住 你这里边 你这里边只要写返回类型了 一定要有一个 特意跟他向对应 你得给他一个具体的值 你声明的是印度类型 你返回来的这个值 也必须是印度类型 但我们这个里边 我们已经把结果放到哪里了 替换完的结果放到R里了 所以呢 我把这个R返回 OK 保存 结束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个F7 通过了 F5 看一下里边得到的值 我问一下大家 为什么我这里边没有看到8 我怎么没有看到8呢 找着人问问 白盖水吧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8呢 没打印 OK 一说我就知道你会了 对的 大家注意啊 我的这个程序 我写的时候啊 你们看一下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确实是把这个里边最大的值存到哪里去了 存到R里去了 但存完了以后 我根本没有打印他呀 我没有打印的话 那你去哪看呢 对不对 那我们有两个办法 可以看到这个值 第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你在这块 这个外国循环执行完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R的值已经有了 R的值 已经有了 对不对 那好吧 我就可以在这写个print printf 我把它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 把号D 然后呢 -n 把这个R放到这 我们再运行一下 F7 F5 所以呢 我们过去观察 你看这个8的值有了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我不在这打印 大家要记住 这个返回值 带返回值的 跟不带返回值的函数 有什么区别呢 这种不带返回值的函数 你在这里边是没法把它再负给另外一个变量的 比如说我们写个interx 我在这里边我把2给他 我把2给他 我按下F7 我编译的时候 他立马说了 他说没有办法把void转成印的类型 什么意思 因为你这个函数2啊 你当时说了 你没有返回值 没有返回值 你现在去告读VC6 你说把这个人的值给我 冲突了 矛盾了 所以大家记住 如果你的函数类型定义的是void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再负给另外一个变量的 是不允许这样写的 对吧 所以呢 这里边大家可能也想明白了 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用 把这个值返回来呢 那就是你确实需要它的结果 我需要用到这个值 我现在想用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通过return 把你计算出来的结果 给它返回来 那我现在如果把它改成3 可不可以呢 OK了 我再编译F7 现在就可以用了 我现在可以把这个值 这个函数计算完的结果 放到X里 那么我在这也可以打印它了 对吧 printf 一样的 改成号D 杠恩 然后呢 我写一个X F7 F5 观察 8的值 OK了 对吧 所以呢 大家通过刚才这个小例子呢 仔细的去体会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把这个值 就是把这个值返回来 或者不返回来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 这些经验的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慢慢的去积累的 你看我刚才写的这些程序 对于有经验的人来说 太无聊了 这种程序 对吧 他可能这个这个 用一只手或者怎么样 很快就能把它写出来 但是你别忘了 如果之前没写过C元代码的人 就是这么几个程序 也够你折磨一段时间的了 明天后天的是周六 周六周日的时候 大家疯狂的去写代码 一定要把这种逻辑 把这种逻辑训练出来 因为我后面要带大家做的东西太多了 我现在不敢发力 你知道吧 我现在不敢发力 我有劲使不上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 我我我我现在的想法 我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出来 不管正向还是逆向 对吧 你让我正着写 我也会 让我逆我也逆得出来 这是我我我我期望的这种 这种状态 你别到处跟人说 你你再马 我我逆着看 我能看懂 但是正着写 我写不出来 那没用啊 那样的话 你早晚有一天 你连逆着看也看不懂 将数组 将数组里边最大的值 找出数组里边最大的值 并且返回 那么这个写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 我们已经讲了一个点了 大家这样吧 休息一会儿好吧 休息我回来 我把这个剩这几个讲完 咱们就OK了 休息一会儿 休息十分钟 或者五分钟吧 五分钟 继续回忆录制 南北桥 现在我讲这个东西 能不能听懂 好 但你回去一定要写啊 写不出来是吧 写不出来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大家 写不出来怎么办啊 每个人的编程思想 他都不是天生就有的 你写不出来以后呢 你抄我之前写那个代码 我一会儿下课的时候 会把我上课的代码给你发过去 你先抄一遍 用我 我原来怎么写的 你就怎么写 给它抄出来 抄出来以后 你接下来干什么呢 我不跟你讲了三种放循环 三种那个循环语句 都是怎么写的吗 对不对 你把我讲的 从第一题到第八题 我这里边只用一个well循环写 那么你用dowell和放循环 你再写一遍 别的不干 就做这件事情一样的 跟我上课实现的功能一模一样 你就另外的两个循环 把它再写一遍 写完了以后呢 你就知道循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然后你再试着去做一下 后边我给大家留了两道作业题 你试着去做一下 能做出来是最好的 周六周天多练 好的 争取别掉队 然后呢 我们继续写 我们刚才写到第三题了 接下来呢 我们做第四题 第四题是将数组所有的元素相加 并将结果返回 你看啊 他这道题又要求什么呀 又要求你有返回值了 有返回值的话 那么你这块就不能void了 对不对 你首先一定要定义一下返回值 因为我这里边只设计到internation 所以你定义的类型就OK了 定义完internation 这个数组哪来呢 数组 咱们现在的数组都自己创建 自己创建自己用 先别用外边的数组 也先别往里传 因为怎么样传参数 传参数到底传的是啥 我后面要给大家加专题的 然后呢 你先编译一下 编译一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程序啊 编译不过去 对不对 你先把这程序股价写完 你编一下 你发现它编译不过去 因为他说了必须有一个返回值 那我现在不知道返回什么呀 不知道返回什么 你先得删个0 对不对 然后再编译 OK 编译通过了 接下来呢 在这儿 咱们就要开始添加代码了 将数组所有元素的值相加 将结果返回 我留的题呢 是一环扣一环的 刚才我们知道怎么样把这里面最大值找出来 放到那个 放到一个边量里 那你现在仍然可以这么写 对不对 我再定一个边 再定一个值 那初始值呢 我给他一个值0 我给他存一个值0 存完0以后呢 我就从这个位置开始循环 拿出来一个 加到它里 对吧 再拿出来一个 再加到它里 就OK了 那么我执行几次呢 我再定一个边量N 这个N里面存储的就是 我这个数组一共有多少个 比如说我可以这样定义哈 N 他现在数的长度不是5吗 那我就写5 但你别忘了啊 他的下标最大值几呢 是4 如果你这块写成5了 在这块写判断条件的时候 你得注意一遍 对吧 那么N的值 写5 算了 从0开始吧 从0开始吧 我们还是从这查 别到这查了 对吧 从这查 然后呢 我这个N的值 条件就是什么的 N 它小于 等于5 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呢 这个时候就出事了 你琢磨一下 N是从0开始的 N从0开始 你N 当你执行到5的时候 因为你这里边条件有个等于吗 等于5的时候 意味着你的下标已经取到第六个数了 所以就错了 那么 我可以这样写 小于5 小于5的话 N的值最大是4 对吧 这样写就OK了 然后我怎么写呢 我写R 给R负值了 负什么值呢 比如说我要这么写 这么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次执行的时候 都是把R的值 再加上1 再付给他自己 对吧 那这么写是这个意思 那我如果要把这个值加上 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那就把这个1替换了 替换成什么呢 AI 在这块一定要记住 我写个什么呀 写的是N 因为N现在的值是几呢 是0 所以呢 当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0小于5成不成立啊 成立 那我把0的值取出来 也就是2 取出来加上R 然后把这个值呢 加完以后呢 我再放到R里 就实现了一个加的过程 加完了以后 别忘了这个N 一定要怎么样啊 加加 前面加或者后面加都可以 对不对 然后呢 当他加完了以后呢 他会变成1 1小于5成不成立呢 成立 那这行再执行的时候 那就是把6取出来 加上他原来的自己 再付给他自己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一圈执行完了以后 执行完了R里边存的值 就是我把这些值都累加起来 放进去的那个值 那我返回去返回谁呢 返回的就是R 返回的就是R 那我们现在如果调用的话 F7 F5 你是看不到结果 大家要明白 为什么看不到结果 因为你确实把这个值 给我算出来了 算出来了 你存哪里了 你存到R里了 你并没有把它打印到 这个控制台里 那我们如果想打印 看一下的话 那就int 这个名字你爱叫什么 叫什么 对吧 我们随便起名字 不能不说 不能说这块叫R 那我这块就必须叫R 没关系的 对吧 因为这是我新申请的一个内存 你把这个值给我取出来 放到我新申请的这个变量里 是这样的 然后呢 printf 打印 百分之后D OK X F7 F5 我们再观察 现在呢 就是这个数字里边 所有的值加完 结果是21 OK了 这个是第四题 25啊 25 那我是不是加错了 我们去看一看 7 85 哎 真加错了 8 28 16 17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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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啊 28 16 17 17 再加48 21嘛 你们 你们挺狠 啊 你们在做大了 我以为你说 我觉得 这数算错了 打印一个数组里边 所有的值 打印一个数组里边 所有的值 我们把它拿过来 他也没说这个数组是哪里来的 所以呢 我们就自己创建一个数组 他也没说要一个什么结果 所以我们这个程序就不需要有结果 那Void那这块不需要有结果了 对不对 我自己定义这样的一个数组 那么定义这样一个数组打印的时候 我刚才给他演示了 你不能这样printf直接打印他 直接打印他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你得一个一个去打印 一个一个去打印 那就先从零开始 一直打印到什么 打印到下标为四 那不一样的吗 inti等于零 然后在这呢 i的值呢是小于五 不能写等于五 等于五就越界了 对吧 然后呢把这块每次打印次i++ 然后这块写个printf f7 观察一下 出错了以后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 对吧 看一下第一个 他说Void函数四 什么什么overload函数 什么different 这个问题啊 其实就是名写虫了 对吧 因为我上面已经有一个f4了 函数四了 所以这个名字呢 我得改一下 得改一下 你们没写过代码的人 最开始肯定见到这个东西就晕 但实际上我告诉你啊 所有的错误 你运行完的时候 在这里边他都会有个很好的提示 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些东西 你不管他底下报了多少错误 你不要去管他 你只解决第一个 解决完了以后呢 你就再编译再运行 因为下面的错误 有可能就是你上面这个错误所导致的 所以每次你都只解决一个问题就够了 那么现在呢 我要调用这个5了 这个5呢 他是没有法徽值的 那我就不能写边量去接收他 对吧 我就直接调用他就OK了 f7 printf 在这块呢 我们少了很多事情 百分之后 d-n 然后呢 把这个值放进来 逗号 把这个值放进来 f7 f5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结果 26184 对吧 这就是打印一个数组中所有的值 然后呢 第六题将两个等长数组的相同的位置相加存储到另外一个等长的数组 那么一样的 他仍然没有说这个数组在哪里 那么我们现在在做练习的时候 大家就都在自己的函数里边去创建这个数组就OK了 那这是第一个数组 我再创建一个数组 这是第二个数组 一二 创建完了以后 长度要一样啊 我把它存到一个第三个数组里去 这是三 对吧 那初始值 我可以给他写个零 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数组里边所有的元素就都是零了 写一个零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俩相同的位置相加 加完了存到这个里边相同的位置 我们之前呢 都是读这个数组的元素 比如说我读的时候 我如果这么写的话 印的X 要是写的AR 别忘了 这个时候数组的名字已经变了 变成1了 那么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把这里边的下标第三个数 也就是这个8 第四个数 下标为3 就是第四个数 把这个数读出来 放到这个X里 这是这行代码的意思 那么我如果要把一个数放到这个位置呢 我就应该这么写 我应该这么写 比如说 我这么写写个10 那只看这行啊 这行代码的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10放到这个数组的下标为3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这个位置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我这颗执行的执行次数还是4次 是5次 从0开始吗 0 1 2 3 4 执行5次 然后呢 那往第几个里边放啊 往第三个里边放 那这个值是什么呢 这个值是I 相同位置嘛 因为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I的值是0 执行0的时候呢 那就是 他就是 他是第0个 他也是第0个 把这个第0个的值和这个第0个的值拿出来 放到他的第0个位置 那这块的代码就这样的 1 然后I 加上 2 I 结束了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他是0 把他俩第一个值拿出来 放到他的第一个位置 执行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I加加 OK了 这样的话呢 当他加完了 他变成 变成这个1了 第4是0嘛 1小于5成立 所以呢 这就是1 这也是1 那这个1的话 对应的是谁呢 对应的是这个6 这个1呢 对应的是谁呢 也是这个值 所以他俩加完了以后呢 放到他的下标位1的位置 也就是他里边的第二个数 对吧 执行完了 执行完了以后呢 我们如果想看一看 我到底执行的成功与否 那很简单 刚才我们是不是写过了 我们已经写过了 这个不就是用来打印数组的值吗 那我再定一个变量 比如说我在定义一个变量是什么呢 印的K 我不能用这个I了 因为当这个I值 这个乘以值去完的时候 I的值已经不再是0了 所以我需要再定义一个新的值 是K 然后这呢打印的是K 这是K加加 我要打印第几个数呢 这块应该改成三 第三个数组的 对不对 写完了 写完了 那我们再过来调用一下 5 F7 又有一个body了 是吧 5 我们这块应该变成6了 变成6了 别写重了 然后调用的时候呢 这块就是6 F7 F5 注意观察 4 12 2 16 8 对的 以代码重用为荣 以复制代码为耻 先复制哈 先复制 因为我如果想调用他的话呢 我就得讲参数是怎么传递的 对吧 现在一讲 现在一直接传的话 可能给大家传晕了 别着急 然后呢 第七题 第七题是这样的 说写一个函数 如果这个数呢 是素数 判断你传进来的这个数 是不是素数 是素数返回1 否则返回0 那OK 我们拿过来看一下 咱们函数名统一用这种方式吧 函数1234567 对吧 这个改成7 那么我们这个程序怎么设计呢 因为他要求了这个数是传进来的 不是写死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有参数了 你要判断谁 你把它给我传进来 如果数是外面传进来的 必须要有个参数 然后他说了 如果是素数返回1 否则返回0 那我们需要一个返回类型 在这里边呢 字节了 差了 还有短整形了 这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他的 因为都能存下嘛 都能存下一个1或者一个0 那我们习惯性的遇到这种情况 都是用一个印的类型来存 我这里边写了一个印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呢 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素数 咱们先不写代码 比如说你传进来的是个9 我应该怎么判断你是不是素数呢 就是用9 对谁呢 因为素数的概念是除了1和他自身以外 不能够被任何一个数所整除的数 叫素数 那在在我们编程的时候 怎么判断一个数是不是被另外一个数整除呢 百分号 百分号 比如说 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语句就是9对2取鱼 他的余数是几呢 你想一想9除以2余几啊 余1 余1 那么我这行比较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表达式嘛 1等不等于0 等不等于0 对吧 那么我 我既然可以这样写 我是不是也可以写X啊 XX是不确定的一个数吗 是参数吗 用参数对2取鱼 取完余的余数等于0 只要等于0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不是素数了 因为除开了嘛 什么叫除开了 只要你除完了等于0 那就说明你不是素数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明白什么意思 我再强调一遍 所谓的素数就是除了1和它自身以外 不能够被任何其他的数所整除的数 叫素数 叫素数 那我们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 我仍然需要写一个循环的 为什么需要写循环呢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传进来这个XX的话 我这个代码要怎么写呢 我先要判断你对2 2取鱼 余数是不是0 对吧 如果是0 那就意味着你不是素数了 如果它不是0 那我还得接着往下写 写谁呢 我再去判断你对3取鱼的时候 鱼的是不是0 对不对 如果3完事了以后呢 我再去判断你对4取鱼 鱼的是不是0 我一直判断到哪呢 我要判断到X对X减1取鱼 等不等于0 我一直判断到这 如果这里边有任何一个数等于0了 那就证明你不是素数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又需要一个循环 循环 我今天只用well给大家演示 那么我从它哪里开始取呢 比如说我印它一个变量 从2开始 因为1没有必要判断了 对不对 1没有必要判断了 然后呢 我截止的条件是什么呢 截止的条件就是 我看一看啊 从X开始不停的取鱼 每次取完了以后呢 这个N的值会变化一下 N只要它小于X就OK了 然后呢 我每次判断完了以后呢 我会让N加加一下 让N加加一下 在这里边我就可以判断了 我说如果 大家注意观察啊 我说如果这个X啊 要是对这个N取鱼的时候 如果鱼数等于0 等于0认为什么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除 已经被整除了 对吧 鱼数为0 意味着你已经被整除了 大家注意 在我们C语言里边 加法是这个 减法是这个 乘法是这个 除法是这个 加减乘除 取鱼数是这个 对吧 我们也称为取膜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代码 现在执行的时候 是怎么执行的呢 当你传进来 比如说你传进来 是个9 他这块第一次判断 N小不小 2小不小于9啊 小于成立 成立他就过来判断了 他说如果这个值 X是谁呢 X49啊 传进来的那个值吗 9对2取鱼 等不等于0呢 如果不等于0 如果不等于0 他就直接走这个了 N变成几了 变成3了 变成3的时候呢 我再判断 我说3小于X成不成立呢 成立 如果成立了以后呢 我就用9 再对3取鱼 余数等于等于0呢 等于0 等于0的话 我还有没有必要 让这个程序 继续往下走了呢 没有必要了 没有必要了 所以呢 我就要在这块 如果你被这个里边的数 任何一个整除了 我们让他突然死亡 对吧 突然死亡 什么叫突然死亡呢 就是整个外务循环 后边的程序 已经没有必要再执行了 那么我怎么样 才能够让条件 一旦成立的时候 让这个外务循环 就让他停下来呢 我们学一个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叫break 也就是说 只要break一执行的话 这个well循环 他就结束了 而且大家记住 这个break 可以放到什么呢 我们今天是不是讲了三个循环啊 讲了do well 讲了well 然后呢 还讲了fall 这个break 可以用在他们三个里边 还有一个地方 也能用到 我们还没说 那叫switch switch 你们现在需要记住的 就是这个break 这个词呢 可以放到这三个循环里面用 就OK了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程序的设计 那我怎么知道 我到底该返回1 还是返回0呢 那很好办 我定一个变量叫r r r里边存什么呢 我认为你啊 是速数 因为1是速数嘛 我就写一个1 默认值是1 对不对 就代表你是速数 如果一旦你被整图了 那么我要把这个r的值 给他改成0 改成0 最后呢 我返回去的是谁呢 你侧人的这个值就是r OK了 结束了 那你看一下 假设我传进来的是个 是个5 那这个乘以怎么执行呢 首先r等于1 n等于2 2小于5 成不成立呢 成立 然后呢 5对2取约等于0吗 不等0 不等0 这个代码是不执行的 不执行的话 n加加n变成了什么呢 n变成了3 然后3小于5 成不成立啊 成立 然后这块又变成了5 对3取约等不等于0啊 不等于0 不等于0 以后这里边代码仍然不执行 然后n又加加 n变成了4 4又过来了 成不成立呢 成立 成立 然后呢 5对4再取约 等不等于0呢 还不等于0 这个代码仍然不执行 仍然不执行 然后呢 n又加加 n变成5了 变成5的时候 他判断5小于5成立吗 不成立 不成立 他直接return了 return的是什么 return的是1 对吧 因为刚好跟我们说 那个情况是符合的 因为50速数 他不能被任何一个数整除 除了1和他自己以外 那我们我们返回就OK了 现在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7 比如说我输出一个5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是有返回值的 对不对 我现在如果想把这个返回值打印出来 那就定一个变量 接收一下 接收完了以后呢 我们写个print 把这个R打印出来 F7 F5 注意观察 你看一下 5 他说5是速数 那么我们再来一个 9是不是速数呢 9不是 因为9可以被3整除 F7 F5 所以大家观察结果是0 对吧 这是判断某一个数 他是不是速数 直接返回也可以的 直接返回也可以的 那么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直接返回啊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的做法呢 是定义一个值 定义一个值 我把这个定一个值默认值 是一 如果一旦失败了 对吧 如果一旦他被整除了 我就把这个值改成0 最后呢 我返回去这个值 那我可不可以用另外的一种写法呢 可以 刚才我说的那个突然死亡啊 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break是让这个放修 外交循环执行结束了 也就是说一旦他进到break 他将从这个位置 从外交循环 这个最后边这个位置 开始往下执行 对吧 那这个代码呢 我呢还可以写成这样 我还可以写成这样 比如说我不用你这个这个r的 我这么写 如果你一旦怎么样呢 被除开了 也就是整除了 整除了以后 我这直接re称个什么呀 re称个0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呢 我re称一个e 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白 你这里边写int了 就必须要写一个什么呢 写个return 但是return呢 你不能让他执行多次 每个程序 每个函数啊 他的return 只能执行一次 因为什么 一旦return执行 就意味着当前的程序 已经结束了 那大家可能会想 那我这里边定义两个return 这不出问题了吗 这不矛盾了吗 其实不矛盾 你们观察一下 我的这个程序 他俩虽然我写了两个 但是他俩只有一个有机会执行 比如说你传进来的是个 是个9 是个9 当9模3模开的时候 等于0的时候 我就执行这个return了 那下边这个是没有机会执行的 因为他一执行完的时候 整个程序就结束了 那什么时候他有机会执行呢 比如说我这个数一直都没有出开 没有出来 我传进来是个5 传5的话 这个里边的代码 他是永远没有机会执行的 当最后这个外国区化执行结束的时候 我就执行了这个return 所以呢 大家记住 我虽然这么写 但实际上呢 这俩return只能有一个有机会执行 这样写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最后一个 俩俩比较 俩俩比较 数组的值 将最大的一个存储到数组的最后一个位置 其实我给大家做这道题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给你们做这个冒泡排序用的 冒泡排序用的 这个程序 你如果能看懂的话 你第二题就能做出来 第八个 这个程序呢 他并没有说让我们一定要返回值 对不对 他就说把数组里边的那个值啊 最大的一个放在最后一个位置 那我就不需要参数了 我也不需要返回值了 把这都去掉 咱们就拿刚才的那个数组来测试吧 拿一个数组过来放到这个位置 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看一下 俩俩比较数组的值 将最大的一个存储到数组的最后一个位置 那么我这个程序 第一步干什么呢 我先上二跟六比较 如果二比六大的话 我就交换位置 对不对 那比较完了以后呢 二没有六大呀 所以我执行完了不交换 然后呢 六 六紧接着再跟一比较 再跟一比较 六比一大 所以呢 他俩比较完了变成了一和六了 对吧 然后呢 六再和谁比较呢 再和八比较 再和八比较的时候呢 六没有八大 所以不交换 然后紧接着呢 八再跟四比较 八比四大 所以呢 交换 这样的话呢 变成了四和八 那么我执行一次 我比较一次的话 最后边这个数 一定是最大的那个值 一定是最大的那个值 什么是冒泡排序呢 冒泡排序就说 我刚才是比较一次 如果你多比较几次 你比如说我是第一次比较 那我再比较一次 再比较一次的时候 二跟一比较 二比一大呀 差点交换 这变成二 对不对 二再跟六比较 不交换 六再跟四比较 交换 那变成四 变成六 你看见没有 我这就开好序了 对不对 我这就开好序了 那么这个算法呢 就是冒泡排序 我给大家写的这个算法呢 是冒泡排序 这种算法中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怎么算这个程序啊 那么 我怎么才能实现 他跟他比较呢 他跟他比较呢 首先我定一个变量 叫I I里边我存的值是谁呢 我存的值 用来代表下标的值 因为他的下标是零 他的下标呢 是一 他俩之间什么关系呢 他的下标比他大一个 比他大一个 那我得比较几次呢 你看啊 这是比较一次 这是比较一次 然后呢 比较两次 比较三次 最后呢 比较四次 我得比较四次 才能把这个结果算出来 那我就可以这么写了 我写个Y尔循环 对不对 写个Y尔循环 这个I的值呢 每次他都会加以 加以 我如果想比较四次的话 那就是I小于等于四 你看啊 第一次是零 比较一次 第二次是一 比较一次 第三次是二 比较一次 第三次是三 比较一次 四次到四的时候 已经是五次了 已经是五次了 所以这块呢 我不能写等于四了 对吧 不能写等于四了 我这块应该写什么呀 小于四 小于四的话 I的只有几个呢 第一次是零 第二次是一 第三次是二 第四次是三 足够了 明白啥意思吧 大家 足够了 所以呢 我比较四次就足够了 那我这块写I小于四 怎么来比较他俩 谁大谁小呢 那你想一想 ARR I的时候代表什么 I等于零的时候 那他代表的是不 就是这个数啊 那这个六怎么来表示呢 这个六就是I I加一 就是这个六 就代表他了 那当我执行一次 我让I的值加加 当第二次循环 执行回来的时候 比如说 当我第二次循环 再执行回来的时候 那这个I的值变成了几了 变成了一了 那变成一了 这是一 那这是谁啊 这不就是二吗 这不就是二吗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了 一和二在比较 也就是他跟他在比较 那你再执行一次的时候 I的值变成了二 变成二的时候 就变成了什么 他跟他在比较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就可以写了 我说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第一个数 要是大于第二个数 这是大于第二个数的意思 那干什么呢 如果他要是大于他的话 我在这里边开始交换了 所以我为什么 给大家留第一题了吧 交换 你现在有两个变量 如果想交换的话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你再用一个第三个变量 做交换 那我现在没有这个变量啊 没有变量 那你就定一个T 对不对啊 定一个T 放着放着 放着放着 局部变量啊 在使用前一定要给值 你看我这个值 是不是给值了 那我这T 我现在没给值呢 没关系啊 在你用的时候 你现在给他值也可以 所以大家记住 局部变量在使用前 一定要先给他复值 那么我 我把谁的值给他呢 交换的时候 那这不 大家如果把那个交换的弹板 能看懂的话 这块应该不陌生了 对了 I加1 最后呢 I加1 把他的值 把T的值再付给他 结束了 这就交换完了 对不对 交换了以后 I加加 那么我们刚开始写数组的时候 特别容易什么呢 你比如说你数组的值啊 数组的值 长度是5 那下标最大应该是4 最大应该是4 所以我们经常会出现下标越界的情况 下标越界 本来不存在的数 你给读了 对不对 那么而且这C语言还没有检查 没有下标越界检查 那这样的话 你程序就容易出问题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判断你这个程序 到底会不会出现 读到数组外边去的这种情况 我们称为越界啊 那你就观察一下 你这个表达式的值 是I是小于4 I小于4的话 它的最大情况应该是3 对不对 因为只有 只有小于4的时候 里边的代码才会执行嘛 所以I的极限值是3 你把3拿过来 你看一下 这里边有个什么呀 有个I加1的 I加1 3加1是4 4有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值的边界的 因为如果数组 长度是5的话 下标最大是4 所以呢 我到这里边找一下 我们这个程序 下标最大值刚好是4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 不会出现什么呢 数组下标越界的情况 对吧 那当我这个程序执行完 我的这个数据就好使了 我现在想把它打印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打印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再定一个变量吧 这个I的值 大家别忘了 I的值已经被改掉了 所以呢 我自己再定一个变量 K 从0开始打印 对吧 那K 小于几呢 小于5 因为我要打印4次嘛 然后print 打印一下 然后4 然后 逗号 是 这块来个刚n吧 刚n 逗号 然后这块的打印的是什么呢 A-R-R-K A-R-K 我在这边一环境出个题了 没关系 不用管它 打印一下这个K 然后呢 分号 在底下这块 F7 我把它关掉 关掉 再打开一下吧 然后呢 这块每次执行完了以后 K加加 OK了 F7 Print 然后呢 这块加上一个分号 刚才我加的时候 他没给我加 继续F7 编译 编译完了 编译完了以后呢 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这个是7 没错吧 名字给改了 上面已经有个7了 把它改成8 把它改成8 那么 然后在这个位置 调用一下 分号 这行不用了 F7 F5 注意观察 你看一下 21648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要的 那个最大的数 OK了 那今天的内容 就这些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的课后练习啊 咱们的课后练习是这样的 之前没写过代码的人 回去用外务循环 我用外务循环做的嘛 你们用放循环 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 这个 度外务循环 把我演示的八道题 从头写一遍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你自己试图做一下后边的这两道题 最好是能做出来 因为我们后边的练习啊 难度会越来越大 今天的练习 你如果做的不熟 那后边的练习就出问题了 越对越多 到最后你就没法动手了 对吧 那OK了 然后大家休息一会儿 回来咱们开个班会啊 大家操作预言 好吧 我先整理一下视频 由于 我们来授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